主要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把网路上的资料做抓取动作 那我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放 那在这个地方论坛里面我们一样 上礼拜的东西 如何用Java去抓取Yahoo上面的股市资料 那其实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因为如果说直接用Android直接撰写 有的时候它因为界面UI会要处理 还有要处理的东西还蛮多 包含它什么Manifest 全线也要设定 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没设定到 其实就会有问题 那所以我的习惯是会先用Java去撰写 那这个用Java来撰写 大部分会用Eclipse先写过 然后再去抓网路上 网路上的资料基本上 在慢慢去抓取那个 就是在把它改写成Android 所以基本上上礼拜有提到 然后有关相关的重点在云端上也有 那不过复杂度其实还蛮高的 里面的话大概可以拆成几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呢 你需要抓取的那个网路资料 你要先去分析它 所以我分析的方式 那不外乎就是说你用那个Chrome 用那个Google浏览器 那打开之后 大部分会用那个选取它 这边有一个F12 你可以用那个切到那个里面的那个什么 它的原始码 不过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再多学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个里面的HTML它的结构 那基本上呢就要找出它的差异 并且把需要的部分抓出来 比如说像我们假设 我希望抓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选取它按右键 好像有个什么检视元素吧 它会帮你跳出来 就是这一段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 到底这一段 这个部分的资料有哪一些是我需要切的 那再利用什么呢 这边最后有没有发现 这地方上里面讲过了 就是这一段里面呢 头尾 这个头 尾巴是这个 所以如果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切字串的方法 因为将来网页上面的资料 可以用一个串流的方式 从网路上抓起来 转成一个什么 转成一个字串 丢到一个字串里面 那字串里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index of 就是查一下 找比对一下 比对什么 比对这一串呢 它的位置在哪里 跟后面这一串在哪里 那再利用substreet切割 切出来的话 就会是我们要的部分 不过这个地方呢 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些 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Java里面的 一个stream类别 有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那如果你熟悉 当然之后要抓资料 我想应该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会有两个部分 其实那我有把那个 做完的原始程式放在这边 那并且把它转换成 那个所谓的enjoy 所以最后的话呢 最后我们这边有enjoy的部分 然后最后做完的画面呢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看到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子 点击它 有没有 然后会跳出一个 那个enjoy dialog OK 那这个部分呢 是把网路上的资料 分别切切切切切 总共会有11种 然后分别一个放一个 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array list里面 一个阵列的清单 再来从那个清单里面呢 再把资料一个一个一个放进去 显示到这个enjoy dialog 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点击它其中一个 就会显示出 比如说亚银 它里面现在的时间 什么时候成交 成交多少买进买 不过当然 将来如果你不需要 这么完整的资料的话 那你也许可以把某些栏位去掉 变成你客制化的 那个那个部分 那上个礼拜最后 其实只有讲到一个 就是说水泥个股 不过后来 我就有出了一个作业 请同学回去 试试看 试什么呢 也许你可以把 因为我们有34个类股 其实我算过 是34个才对 最好是做一个什么 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点击它 它会跳出什么 跳出这个清单里面 假设不只是只有水泥 还有其他类股 通通都把它列出来 哇全部了 其实基本上 我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也就是说把雅虎的 雅虎股市里面 所有34类的 全部通通都做出来了 而且比如说光电好了 点击它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光电的那个类别 的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 然后呢 你点了中环 中环也会跳出来 而且没有错误 这个大概花了一点时间 因为我就是刚好 那个回去之后 就有同学 就回去开始踹了 发现好像不太行 然后就po 说怎么办 后来我就自己也花一点时间 那基本上大概有哪一些部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 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上礼拜的范例 只有做一个类股 不是全部 只有做水泥的 那如果说你要做全部的话 那需要做哪些呢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上面加一个spinner 那这个spinner呢 必须要把所有的清单加进来 这件事情的话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需要怎么样 当那个你选择其中一个 必须要当你选择其中一个类股之后 比如说这边点击它 选择其中一个类股 然后呢 它又必须怎么样 当你改变的上面 这里面的资料 也要跟着改变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复杂度就比较高 比较高一些些 不过你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网路上的所有的资料 应该你通通可以抓得下来 在手机上显示 没有问题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你这东西 不就去看网页就好了吗 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 因为网页上的资料 如果你放手机上看 你会发现 常常会有人在那边 手动来动去 一下放大 一下缩小 一下移来一去 一下移来一去 为什么 因为网页 在你的电脑荧幕上看 是很OK的 可是在手机上看 其实就不是太OK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版型 本来就不是适合 在手机上看 所以基本上 你需要把网页改成APP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其必要性的 那谁要去做 要不就官方帮你做 要不就是你自己动手做一下 那其实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这个 很多的便利性 不过前提还是要有人做 那首先的话 我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放在哪里 在雅虎股市 所以你就 当然你Google一下 雅虎股市 其实资料就来自这里 雅虎股市 然后它这边有个 这个连接 进来的话 其实我是抓哪一些 抓那个当日行情里面的 这里面的所有东西 总共从上到下 34个 34个 不过后来我发现 里面好像有一些 实在是太大了 像什么 四刃Go 跟四刃 四刃Go 跟四刃Sow 尤其是这个四刃Go 哇 这个资料实在是大到一个不行 它好像有4000多笔 所以4000多笔 你如果放进来之后 我后来发现 奇怪 怎么就crash掉了 为什么 因为你对Servive 如果装超过 我大概试一下 好像两三千笔之后 它就会有慢慢 会有crash的可能性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的那个范例里面 我暂时把这两个给拿掉了 所以只有32个 OK 那跑应该没有问题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这个范例其实就活的 主要就是说 如何把网页上面的资讯 变到你的手机里面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需求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每家公司都很希望说 能够快速的把一些东西 快速的放在你手机里面 那个东西就变成说 你不需要在那边 搜寻来搜寻去的 直接就可以变成一个app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去分析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还是必须用什么 用那个VBA 其实我这边为什么 可以这么快做出来 因为我前面 在VBA课程里面 有教了一个什么 就是如何去 从VBA里面 抓网路资料 那其实它的构想都 就是概念差不多 只是说抓下来的东西 只能在ECL里面看 那你手机怎么办 手机就不行 所以我有做一些前置作业 那里面的话包含这些 比如说删除旧的工作表 然后呢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我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它就会 但是这个时间会蛮久的 这还在跑 因为网路上 跑的时间比较久一些些 那它就会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帮我整个全部下载下来 第一件事情 是 一个一个把它下载下来 我做了一个什么 下载进度 早上刚好就教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下个礼拜 我们VBA也是会先教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说 你没有一个进度的话 尤其网路啊 你会抓很久 user会觉得说 奇怪 是当掉呢 还是还在跑 他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当按一下 那个当日行情 其实它正在跑 它正在下载 而且还有百分比 那看起来应该 应该还OK啦 就是至少 比那个完全没有 来个感觉专业一点点 OK 那实际上这怎么做 有兴趣 早上课程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们也要 顺便了解一下 也可以把早上的课程 稍微了解一下 那因为你要分析啦 所以说真的 你写APP之前 如果你有一个VBA的基础 你再去写APP的这一段 你会觉得比较具体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知道 抓到清单里面之前 我可以先抓到哪里 抓到ESL里面 比如说水泥里面 有这些 我总共会有 总共会有到应该K吧 10 11个资料我要 现在都已经全部下来了 所以这边总共 水泥一直到最后面 我每一个都全部把它抓下来了 受益认证 但是我刚刚讲 4认购跟4认证 crash掉 后来我发现不对 因为我没写错啊 后来才发现原来 Ctrl向下 哇不对哦 6000多 所以6000多 如果要放在ListServeView里面 大概会有问题 因为你说真的啦 你手机里面ListServeView 给他放6000多笔资料 应该不太合理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一直拨 一直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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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6000多笔要拨几次 拨一次大概10笔好了 你大概要拨个600多次 这应该不OK 所以后来我就把什么 试认购跟试认证拿掉了 然后呢 我就大概分析一下 有知道有这些资料 至于第一步 我就已经大概知道 有这些可能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要需要做什么 那我就开始撰写 那撰写程式里面 我需要一个Spinner 所以我把那个 我的界面 那我习惯是先在那个 Eclipse里面做 我就把这边再加一个Spinner 就直接从这边 拖拉一个Spinner过来 那可是问题 这个Spinner需要一个清单 可是这个清单怎么做出来 那这个清单的话 就是我们有32档股票 那我就在Value里面 The Stream 建立了一个什么 Stark的Name 的一个那个String Array 那里面的话 本来有34个 不过我把那个 试认证跟什么 反正那个很长的那两个先拿掉 因为那个 那个可能要 我觉得6000多笔 恐怕你要额外另外起一个来处理 会比较OK 所以我把那两个扣掉 这个怎么做出来 后来你说像这个 总共32个项目 那这个其实如果是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要复制32次 后来想说不对啊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后来我就想到VBA 所以其实 VBA可不可以自动帮你产生那个东西 可以啦 有没有String Array 那这个怎么按下去之后 全部就做出来了 自己跑出来 那里面其实是什么 反正很简单嘛 我就串接 一个头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东西 自动帮我接接接接 全部接在里面 有兴趣的同学 如果有兴趣的 自己可以看一下 里面我怎么写的 我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写这个VBA 通常都不是说刻意 你要知道怎么写 其实就是这一段 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串接啦 再来就是说 第一步就是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因为我将来需要那个下拉清单 那个里面的资料 那分别就把前面串一个String Array 跟着一样 这个名称是先改成String Array 然后再去串 我想这个真的也许可以分享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了 那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我要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放在最后面 最后面一个工作表 String Array 那就把这些 有些这个可能 是不是有String Array 写线 基本上Star Star 2 对 这个就是说 Star 1 指的是第一个类骨 第二个类骨 第三个类骨 有没有 那分别 你会发现本来要写很多的 一下子 全部都帮我写完 那写完之后的话 有没有 2 3 4 一直到34 总共的话呢 会有34种股票的那个分类 那一下子全部写完之后 那我就把它全部整个贴过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这边有一个value 所以你会发现String Array 这个比较简单 是做出来 然后123 一直到最下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东西 实际上 都是借由VBA帮我写完 我再把它贴过来 当然如果你不用VBA做的话 那不得了 我不知道 可能你慢慢要产生这个东西 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写F之前 尤其抓网路资料 好像用VBA先处理完 那再来把它放过去 好像会简单很多 不过我看到很多同学 对VBA不是很内行 我没关系 这个H 我会把那个SourceH 分享给各位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基本上 可以做到就是说 我下拉第一个 点击Spinner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项目 分别放进去 总共有34-2 32 然后清单就出来了 当我点选其中一个 比如说我点第一个好了 就是那个水泥的话 它会再把那个 第一类 Star1的这个类别里面的清单 放到Listurview里面 OK 那我就有前置的东西了 所以Spinner有了 然后Listurview也有了 再来就处理什么 当我点击其中一个类鼓的时候 它要怎么样把资料 秀出来这件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你就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稍微再做个复习吧 上个礼拜的东西一样 我们放在那个 我们的云端硬碟里面的 这个云端白板里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最后 等于是取得 CH16 取得网络资源这一块 哪个地方呢 就把它中变清单 这样比较早 在这里 应该这一个 输出雅虎的这个部分 给它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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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